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美新时间9月12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Zenfer 中共上下对美国的仇恨真是根本无法逆转了 续报道 今年中秋佳节之际 美国驻华使馆通过微博 挡送苏诗的水调歌头 向中国民众发出节日的祝福 这一本来很善意的举动 却遭到一些网民留言漫骂 有学者指出 中国部分网民长期受到仇恨教育洗脑 其言行以溃撑领异之邦 但这一现象也不排除是中方的网评员或水军 在恶意挑动民意 9月10日 正值和家团圆的中秋佳节 为向这一中国的传统节日表达祝贺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带领外交官员 朗诵了中国著名文学家苏氏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以此向中国民众发出中秋的祝福 然而 中国网友涌入评论区 纷纷发表高见 也祝你们911周年快乐 万维时评人士高禄指出 中美关系恶化 实在有让人看到了 清末义和团运动期间 中国人对洋人那种无差别的仇恨 义和团当年在清廷的支持下 杀洋人 烧教堂 破铁路 割电线 与文明世界的对立 无所不用其极 最后也招致了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和打击 但目前义和团之风又在全国各地刮起 不仅破坏了国际文明的基本准则 其实也让中国人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与美时评人士恒河也就此指出 中国网民在微博评论区的对美攻击 是受到当局仇恨教育的洗脑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遭受摧毁的表现 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根本不认同 所以别人来赞扬你的文化传统的时候 你丝毫不觉得这是一种善意 中国传统文化最起码做到的一点是礼商往来 恒河说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也是受害者 当一个人已经失去了必须的道德 传统文化和是非观的时候 是件很悲惨的事 根源在于中共的教育和宣传 原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主编程一中同样认为 中国民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得到了官方宣传教育的支持 这次事件中的评论区内容 并不能反映全体中国人民 不崇尚礼节等传统文化 其中不能排除有大量网评员 水军通过互联网煽动民意 中国网民在美国驻华大使馆 官方微博上号的评论区散布恶意言论的现象 此前也时有发生 然而 在近日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事件中 近10万属户约400亿存款被冻结后 当局不仅严格封锁相关消息 还利用防疫接口和暴力手段 镇压维权群众 储户维权无门 纷纷涌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 官方微博账号下留言 他们说 请关注河南储户被打事件 我知道你们不会删微博 还有网友在评论区道歉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救救我们 不骂你了 请在明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提问河南银行事件 中国现在需要你们 与美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评论区的言论自由相比 一旦发生重大舆情 几乎所有中共官方微博账号便会关闭评论区 或仅放出精选评论 以此严格控制公众舆情 诚意中指出 中共政府对言论的管控手段 尤其是对网络舆论 无所不用其极 在中国 所谓的言论自由 其实只是官方的特权 诚意中提到 俄罗斯政府在中国互联网上 已属于雷居 一旦出现公开批评 中共政府及俄罗斯政府的言论 贴文 网民就会面临被禁言乃至封号的风险 针对上述事件 有推特网友纷纷发表看法 有人认为中国网民真的很丢人 更有网友感慨到 所以现在中国出现重大灾情时 越来越少人愿意伸出援手 俄乌战争已经超过200天 按照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数据 俄军已在特别军事行动中 损失超过5万人 但根据日前外流的俄国财政部报告 显示俄军实际阵亡人数恐不止5万人 俄国知名异议人士前首富霍托科夫斯基 在个人社交账号公布这份在8月下旬完成的统计报告 其中透露了俄军阵亡人数 按照这份报告 俄罗斯政府需拨款3610亿卢布用于阵亡俄军的抚恤 平均每人约700万卢布 阵亡者总计48759人 此外 俄罗斯财政部还要求在下半年再增加2710亿卢布 明年增加7240亿卢布 以满足抚恤要求 这还不包括生者的抚恤 俄罗斯政府并未承认这份报告的真实性 在乌克兰境内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情况极为复杂 除了正规的俄军之外 还有国民进卫军 安全部门的特种部队 顿巴斯民兵 车臣部队 瓦格纳等雇佣兵 甚至还有特警部队 除正规军外 其余兵力折损不被统计在内 按照俄罗斯财政部的报告来看 俄军的实际损失数字还要更高 甚至超过了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数据 乌克兰军对反攻真是所向披靡 总统泽林斯基周一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9月初发起的反攻中 重新夺回了俄罗斯军队控制的近6000平方公里领土 泽林斯基说 我们的军队在乘胜前进 德国防长表示 希望乌军近期军事进展可加快战事结束 据法新社消息 泽林斯基周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 自9月初发起反攻以来 乌克兰军队已经解放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6000平方公里领土 泽林斯基表示 我们的军队仍在继续前进 泽林斯基并在讲话中分别向执行反攻任务的三个方面军制线 称赞他们在军事行动中的英勇表现 如果战果得以巩固 这将是乌克兰自3月底俄罗斯军队从基辅郊区撤出以来 乌军取得的最重大的战果 据报道 乌克兰军队首先宣布在南部发动反攻 然后在过去一周 乌军在东北部与俄罗斯接壤的哈尔科夫地区闪电推进 迫使俄罗斯军队撤退到其他阵地 乌克兰并宣称 在与被吞并的克里米亚接壤的赫尔松地区 以及自2014年以来在亲俄分裂分子控制下的东部地区都取得了胜利 此前 乌克兰方面表示 武装部队重新控制东部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些村庄 迫使俄军撤回东北部边境 哈尔科夫州州长西涅古伯夫说 乌军在前线部分地区已反攻到了俄罗斯边境接壤的地方 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 乌军在24小时内重新控制了超过20个住宅区 哈尔托夫多处地方之前因俄军炮击而停水停电 截至当地周一 区内约80%人口已获恢复水电供应 另据报道 德国国防部长南部雷希特周一表示 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斗中捍卫欧洲安全 希望乌克兰方面近期取得的军事进展能加快结束战争 南部雷希特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 德国必须从过去几年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采取更重视军事需求的国家安全战略 他并指德国的价值观 民主 自由与安全 在乌克兰得到捍卫 乌克兰近期的成功带来希望 俄罗斯可能被迫结束战争 南部雷希特强调 无论这场战争要持续多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德国都会支持乌克兰 他表示德国正训练乌克兰士兵扫雷 也正与波兰进行非常具体的会谈 计划在波兰东部设立维修中心 以便在需要时迅速修理交付给乌克兰的武器 本月10日 当英国新君王查尔斯三世出席登记典礼时 一举一动都引起讨论 包括露出咬牙切齿的表情 示意工作人员清理桌子 闹得王后和太子很尴尬 另外 社交平台流传一些国王手指肿得像香肠的照片 让不少网友相当吃惊 担心年迈的他身体状况是否亮红灯 对此医生也给出答案 据《每日邮报》报道 当地时间10日上午 于圣母山士宫举行登记典礼 全程透过电视转播 然而 73岁的新君王查尔斯三世 肿胀的手指再度曝光 也让网友纷纷挖出 昔日一系列手指罩做成迷因 事实上 查尔斯多年来一直饱受关节水肿之苦 2012年 他出席一趟澳洲巡回场合 甚至开玩笑地说 这是我的香肠手指 英国一名医生点出几种状况 导致查尔斯水肿 或者仅是年纪衰老 表示水肿是四肢血管外的组织 有多于液体聚集 好发于幼十多岁的老年人 影响手部拇指 手指关节 通常会变得僵硬 疼痛 而另一个寝在原因是关节炎 他补充 其他原因可能是重口味饮食习惯 或服用特定药物 例如高血压 查尔斯国王多次被拍到香肠手指 特别是经过长时间飞行 或付热带国家的时候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读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